下午两点多就要出庭了 会不会有所谓的这个 护卫队陪着她呢 来看到了绿营立委啊 缺席没有人要陪啦 邱绿营说呢 应该会有支持者 主动现身来立庭吧 蔡同龙则是说 并没有人找她陪吴淑珍出庭啊 而且下午她自己也有事情 不过呢也希望法庭给吴淑珍 完善的医疗照护 因为万一真的身体不舒服 出了什么样的情况 她说法庭也没有办法担负责任的 相隔788天 吴淑珍要出庭了 绿营立委冷处理 没有人相挺 也没有动员支持者现身 有没有号召人去保护她 这一点我并不清楚哦 我想应该会有一些支持者到现场去哦 陈逊宇也经常被媒体包围 那有一些很关心的民众 他们主动就会组成一些保护的措施 来协助她 我想今天应该也会吧 但是我不晓得 我没有这个资讯 没有人跟她聊啦 所以我在电视看到 我最终的情形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又不当声说 会保护她生云 其实我会保护她的事情 你如果说真的健康上发生问题 我一定打不去这个资讯 因为她事实上身体上有她的一些 可能出庭的困难度 那法庭上给她适度的一些处理是应该的 吴淑珍出庭的关键时刻 绿营立委选择缺席不现身 把声援的事情交给群众 静观其变 中天新闻 吕嘉弦黄慧婷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